字幕君 李宗盛 哇 我們的一張 字幕君 李宗盛 整治完成 這偷偷偷偷到六連 有些設計是一邊做一邊改 一邊改一邊修 所以一直拖到現在 讓大家的期待落空 但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的團隊就學到很多經驗 這樣的經驗是全世界沒有其他的 政府單位學到的 所以我們變成一個 如果把這個過程寫下來 一定會非常精彩 我們從用力取得 到民眾抗爭 到溝通 到現在 我們還不滿意 大家剛才看到這個水庫 漂不漂亮 漂亮 但是小朋友講說 縣長 為什麼這邊沒有 如果這邊又有水庫的話 這邊又有稍微高低 層次的水庫的話 你想想看我們在景觀橋可以看到水庫 或者我們接近的時候 在那個平台可以 市周圍是水庫 我們一定會感受到 除了尼加拉瀑布以外 可能我們外面去的瀑布 就是我們最直接能夠感受的 所以這個小朋友的建議我覺得非常有道理 但是我就要請議長 我們縣會議會的議員 我們的市長 請幫我們的忙 我們會還有很多困難 那不只是我們要有水庫 我們希望將來的儀越來越多 我們不只要有利頭鴨 小朋友還在告訴我 說縣長人家別的縣市 那個洞尾裡面有黑天鵝 有白天鵝 我們可不可以在這裡有黑天鵝 就白天鵝 我說 我的能力有限 但我希望我們的市民 我們的縣民 如果大家把這個環境弄得很好 每一位親近萬年溪的市民 是我們世界一等的公民 你想想看 那個黑天鵝 白天鵝 我們不請他來 他也自動會來 所以我們在場的小朋友 你們的願望 我們的議長聽到了 我們的市長聽到了 我們的議員聽到了 我們的很多的 政府團隊都聽到了 我們需要一會一算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要我們市民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議會越來越多 黑天鵝白天鵝 各種鳥 他一定會說 地球當中我們萬年溪是最乾淨最友善 我們平東市平東縣共同來打造 這一條溪流 是地球上最友善的河川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哇 那我們就期待喔 我們將來的市長 縣長 要讓這個水清澈見底 這個 遺蝦無樹 是陶愛民講的說 哇 柳暗花林一村 來到萬年溪是柳暗花林一村 花草鮮美 遺蝦無樹 那一種陶新民 陶愛民的理想 我們在我們平東縣 平東市的萬年溪把它創造出來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好 花草鮮美 遺蝦無樹 是柳暗花林的一村 這一村就在我們平東市 我們一塊兒打造囉 好 謝謝大家 謝謝主持人 謝謝主持人 一口黃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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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藏 一口藏 一口藍 十二口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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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口藏 十二口藏 十二口藏 十五口藏 十二口藏 十四口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